大家好,我是阿切斯 今天來跟大家分享一道非常特別的料理 像蒜檸檬蝦 那我們今天是用我們在市面上很常看到的黑麥雞 它非常適合在年長者及產婦媽媽及發育中的小朋友 希望大家會喜歡喔 第一個步驟呢,我們必須先給它去腸泥 今天阿切斯教你在生蝦的時候把腸泥給去除的很乾淨 看好了我們一隻蝦,它的關節第一、第二 如果今天你買的是活跳跳的活蝦,我們從第三節 那我們今天我們是用極速冷凍的這個蝦子 所以我們從第二個關節這裡 45度搭進去蝦肉裡面,然後慢慢的剝出來 然後再來我們用雙手,後面的尾巴的蝦子要稍微哽直了之後左右左右 我們這樣就拉出來了 再來要把蝦子給開背 第一個我們必須把蝦頭的部分剪掉 然後接下來呢,我們從蝦頭跟蝦肉的部分這裡 我們刀子直接從這裡剪下去,從背部剪開 把它剪開 那我們剪開這個蝦子,它最主要的功用就是 第一容易熟,第二味道比較容易進去 所以這動作非常的重要,一定要做到 我們現在還要做一個簡單醃漬的動作 加入些許的鹽巴 然後再來呢,用我們的黑麥汁下去醃一下蝦 一般呢,在料理蝦子很多人會加料理酒 那今天我們用黑麥汁,最主要是它沒有酒精 可是它又有類似啤酒的香氣 因為我們在吃蝦子,我們知道 蝦子吃多我們會比較躁 那黑麥汁可以去降低它這個躁熱 它也非常適合給我們的產婦媽媽 或者是發育中的小朋友來使用 那我們接下來呢,教各位復手擠檸檬汁 我們在頭切刀,稍微看到果肉 像這樣子,然後再來呢 我們用刀子畫一下 這個頭的地方給擠掉 再來用雙手,左右左右 有沒有看到,你一直不斷的這樣,左右左右 OK,好 那我們把果肉給弄下來 OK 那我們稍微切一下 好,那我們切好了這些佐料之後呢 我們現在來做爆香的動作 把剛剛弄好的蒜頭下去 那記得喔,蒜頭我們要使用 帶皮蒜頭,雖然它比較繁複 可是它的香氣非常的夠 全程都是中大火炒香蒜頭 好,來,那我們現在蒜頭這邊 繼續給它炒 那我們剛剛果肉的部分 把它丟到蝦子裡面去,繼續攪拌 好,那我們趁這個溫度夠的時候 我們趕快把我們的蝦子 一口氣全部倒下來 OK,好 那記得喔,剛下去的時候 千萬不要一直攪拌它 你如果很快拌它 它溫度就降下來了 我們在炒的時候 你也要特別注意一下它的火候 畢竟我們已經去蝦背 所以炒過頭,它的蝦肉就很容易老掉 現在蝦子大概是在六分熟 我們用黑麥汁下去做一個收尾的動作 把調味料給加下來 白胡椒粉、黑胡椒 一點點的糖 然後再來鹽 然後我們下去攪拌 半秒 檸檬皮再把它加下來 然後火再下去拌 拌擠下去好 好,那我們現在完成 我們可以盛盤了 你看光聞這個味道 天然的檸檬香 我們可以把腰果撒在蝦子上面 讓我們這道蝦吃起來 有這個腰果的營養 我們把檸檬汁最後再淋在上面 有一種畫龍點睛的效用 那我們現在來試吃看看 我們這個用黑麥汁組的這個 蝦蒜檸檬 我們先吃蝦頭 好,這邊剝開 有沒有 它是非常的清爽清淡 很適合各個年齡層的朋友 尤其是產婦媽媽 三週後最適合 也非常的開胃 今天我們的香蒜檸檬蝦 成功 喜歡阿慶斯的朋友們 歡迎到阿慶斯的粉絲專頁 按讚 並追蹤我的IG 訂閱Youtube頻道 要記得開啟小鈴鐺喔 謝謝各位 下次再見囉 拜拜